今年就比較正老一點 而且編文言論都很正老 不會有什麼特別難的詞 或者是在意思上表達出來 所以整體來說都是比較容易的 寫作方面的題目都是 可以很有同理的你跟著去寫 不會很容易離題 你還能選擇哪一篇? 第一篇